四個面向就是行塑大台東 就是藝術文化園區 整個台東都是我們的美術館 無時無刻從1月到12月 台東都有非常多的藝術活動 那藝術下鄉是大家非常喜歡的事情 那我們把吹南風 老歌演唱會等等 都帶到鄉鎮 來讓我們的民眾更親近藝術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辦了台東藝歲節 我們不再搭了大的舞台 我們認為台東的山和海 就是最美的舞台 今年我們也會持續的舉辦 那接下來在南迴呢 今年要舉辦2022年的南迴藝術季 大家看到的這個梯子 在去年呢 是全台灣最夯的網美打卡景點 那今年將有八個藝術品 即將在南迴登場 我們在持續的 活化我們的歷史建築 藝術的場域 遍地開花 像台東舊議會也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整修 那非常感謝台東縣議會 在把旁邊的一個舊的研究室 也讓台東縣政府來共同的規劃 讓台東舊議會成為中小型 異文展演的場所 文化處呢也協助各鄉鎮 來修復歷史建築 我們第一屆的青年文化觀察團 非常的不容易 總共21位 那他們在去年發表了全台灣第一本 由下而上 自己完成的文化政策白皮書 裡面談到許多的面向 我們將一一地依照我們青年文化觀察團的建議 我們來去努力完成我們的青年文化政策白皮書